首先說牛年,有華蓋星、歲駕星 還有一些小星,有王法、復師、劍風、太歲 我們經常說本命年是犯太歲 所以牛年今年也有犯太歲這方面 小欣師傅,今年牛年犯太歲 是否要注意甚麼星? 其實犯太歲,一般我們都在說情緒方面 要多些受影響 譬如我們犯太歲,但今年牛年有兩顆吉星 有華蓋和歲駕星 如果做藝術方面的朋友,就會特別有靈感 如果真體方面,就要小心點留意 師傅,我本身沒有藝術天分 那怎麼辦呢?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沒有藝術天分,可能今年會有藝術天分 本身沒有那件事,但你可能會特別想去學習 譬如你特別想去學畫畫、學書法 可能這方面會特別有靈感 如果做藝術天分,也有些空聲 空聲其實都不重要 大概都是可能有些情緒上的影響 會覺得比較孤獨一些,或者悲觀一些 其實這些,就是多些跟朋友聊天,聊素 其實我們經常都有這些問題 犯不犯太歲,都有這些問題 另外,有伏師和劍鋒 即是說會被金屬力氣所傷 也不用怕,我想都是小傷小痛 那會不會很嚴重的?怎樣化解我? 其實是小傷小痛,不用太緊張,不用太擔心 其實師傅也有說,鑽血和洗牙就可以化解到 那不錯 另外,那個黃繁晶是細胸晶,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好,我們請師兄幫我們抽一下,蘇師兄 好 有這張 我們先給鏡頭拍一下 4月9日有這個,井卦 咦?小燕師傅,這個井卦又是代表甚麼意思? 其實井卦也有說 因為我們以前的人,就是吃水,就是靠井 其實你今年飲食方面也不用擔心 對,至少身體也會健康 井卦也有些說,其實也挺配合我們的萬泰水 井卦也有些說是藏起自己 因為是在井裏面 有些說是藏起自己 可能是說你的情緒方面 會有些影響,會有悲觀情緒 不想經常出來社交 不想出去見人 即是折起自己? 是的,但不用太緊張 即是你明知道,當然要去改進 這樣就不要做 原來我今年只不過是一個流年影響的情緒 其實你明知道根本是沒有東西的 那你就克服它 或者是多點跟朋友吃飯,聊天 這樣也好 是的 好